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无需多业 我不会再逼你了 这是子明特意为您熬的药 可孤本没缘 快喝下吧 多谢侯爷 也请侯爷帮我谢谢崔大哥 如今陪是不比从前 侯爷自顾不下 就不必为我多费心了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了 如同回到你我初始 你还等我是那个 济入抚慰的坚定后 侯爷 江姑娘还好吧 此案不好办 恐怕是死局 莫非真是将此下夺 自小次回宫 这装装件件 似乎都是要取得性命 烟尸被杀 御前顶撞 宫中下毒 身世传言 是我一夜障目 此事才想明白 侯爷想明白了什么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侯爷 打算如何应对 想要救小慈 可借太子 正以秉公之心 那真凶抓不得 唯有祸水东引 只怕要委屈 那日在场的其他人了 当日在场除了江姑娘 不就太子和庄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庄王府干嘛 走错了 那你呢 我 我路过 骗谁呢 谁路过穿夜行衣啊 那谁走错穿夜行衣啊 侯爷 按您描述所找到的骗鹅刀 侯爷 您怎么老顶了不吃啊 正好我饿了 我先吃 侯爷 您知道我在庄王府附近 碰见谁了吗 魏昭的人 侯爷料是如神啊 吃完面 去趟魏府 请三郎来揽月楼一叙 你我二人 本不该有此一面 但眼下这局势 非你我二人各自能解 幕后之人 也非你我各自能扛 少君见太子 是为此事 三郎见庄王 亦是为此 我一年 你好 有多久 你算爲了 你个人 沙区 那你现在说 有些象律 对